第二个问题是 初学者每个星期上课要多长时间呢? 我的建议是半个小时 我们第一年的课程 头那两个学期我们都建议是半个小时 尤其是第一个学期一定是半个小时 第一个学期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因为首先给一个小朋友 接到一个老师 新的老师、新的环境 需要时间去培养 也让老师花多时间去了解小朋友 让小朋友感觉很安全 也会负责环境 让他们可以学习更愉快和顺利 过了第一个学期 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如果小朋友比较大 我们可以上九个学期 也如果觉得小朋友比较小 我们也会确定先上半个小时 让他再大一点 真的熟习了进程 和老师也更熟 再去45分钟一课 也不迟 第三个问题是 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 是不懂弹琴 也不懂音乐 那我在家里怎么可以帮小朋友练习呢 我都很明白 不是每个家长都懂音乐 或者小时候有机会去弹琴 那是不要紧的 因为好像在学校那样 小朋友学了些知识 回家家长都可以帮他 当然了 academic work 家长都会懂的 如果说弹琴 我真的不懂 那我们会有些方法 帮助家长回去跟随 例如我们的书中 写好有些什么需要留意 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们都会教家长 如何跟他练习 如何才练习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观察 或者问家长 究竟在家里练习的情况是如何 其实最重要的 最初家长的责任就是 encourage小朋友去学习 encourage是如何呢 譬如小朋友练习的时候 家长坐在旁边 鼓励一下他如何练习 或者彈得好没有听 家长的支持对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 家长如果懂得有些基本的 知识 在弹琴上如何去做一些东西 或者音乐在哪里 節奏是如何 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 这个parent child class 这个parent child class 是什么呢 就是小朋友和家长 都是学同一个课程 半个小时就是小朋友上课的时间 半个小时就是家长上课的时间 中间可能会有些overlapping 老师会建议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彈 除了加深大家的关系之外 亦都是令到家长明白到 小朋友在做什么 回到家时 怎样可以帮助小朋友练习 还有第一个学期 其实只需要十至十二个星期 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令到家长明白到 这个钢琴中 至少是一个basic concept 在做一页 分别观感觉 从来到岁月 中间是一项 一个大小时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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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